我們等一下來看這個姿勢的帥哥 世凱 你現在的壓力有點大 你確定要看我的嗎 我覺得可以不用看了 我剛剛的表情怪怪的 對 我剛剛覺得說 我今天來這裡幹嘛 他捏成沉默耶 話不多耶 對啊 你看我第一次上節目 從來都這樣 我從頭到尾就想說 我今天來幹嘛 對 然後呢 先是看到他的影片的時候 我想說 哇 天堂 現在的 對 這個旅遊 我也在旅遊啊 人家的旅遊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外面差不多 可是身材我們都不能好 對不對 然後呢 居家的早上起床 他的家那麼大 我的家待會兒給你看到 你會嚇死耶 都會想說 哇 這 這 我來這裡幹嘛 我們來看一下 溫世凱跟我們什麼驚奇 人間 人間 回到人間 好人間喔 終於就好 接地氣喔 哇 哇 很好啊 很好啊 好 要不要強調一下 是什麼咖啡 哪個莊園的 因為他有音樂我覺得很棒 我們比天常還要喝音樂 明明是早上要喝咖啡 我還會手沖 我看你合不合格 他從頭到尾鏡頭沒有移味 家太小了 很不錯耶 很超棒 一照整家照完 哪有這樣啊 不錯喔 這手沖有一個樣子喔 對 我每天都要聽音樂 然後每天會看不同的一個心情 再聽音樂 老師剛剛講對 因為我每天會選不同的豆子 對 我有的時候會去那個是中烘焙的 像是東南美洲的豆子 中美洲的豆子 有時候是淺焙的豆子 然後有時候我喜歡是有點 smoky味道的話 是深焙的 就要看情形看照 對 對 沒有 剛剛盧珠說 為什麼都同一個鏡頭 因為感覺卡出去 即將就拍完了 我跟妳講 卡出去又沒了 沒了 就定卡的好不好 沒了 對 可是其實你是 我要講你 真的其實是一個非常會生活感 挺會生活是不是 我是真的在生活 多少人羨慕你啊 十二點以前 我是不做其他的工作 我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聽音樂 我看今天的天氣窗外 狀況是怎麼樣 我選擇什麼樣的音樂 有時候是像是這個 或者是李斯特 或者是有的時候 會是客家流行音樂 對 每天都不一樣 然後搭配不同的一個咖啡 老師應該會很清楚 很多時候 你真的要寫東西的時候 啪 那個 只要半小時 停不下來 所以我每天的早上 都在寫東西 大部分時間就是這樣 那很多人會說 你真的是會做菜嗎 這個給大家看 這是我每天的五穀飯 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煮了一個基底 對 我弄了一個 五穀飯的一個基底 五穀飯不好煮 所以我前一天晚上 我就先煮好 煮好以後放在冰箱裡面 隔天我只要 電鍋按下去蒸熟就好 但是重點來 上面要配什麼東西 對 那我會準備很多的配菜 像這個是 我去北海道的時候 北海道的道東 最有名的是西香蒙 我去買那個西香蒙魚乾回來 這時候我只要稍微 去那個鍋子上面 稍微煎乾一下 然後再淋上什麼 我去石原島買回來的 那個辣椒醬油下去 味道就變不一樣 然後有的時候 像這個我去韓國 買了泡菜回來 然後我喜歡堅果 就會放一些堅果 顏色很漂亮 對 所以每天早上吃完了以後 你就發現到說 你的皮跟胃精神會特別好 所以回到家的時間裡面 我都會享受這樣的一個事情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喝咖啡 就是剛剛講的 我喜歡紋豆 然後每天都會 像有時候geisha 或者是有時候 像這個是那個 我們的攝像貓 那我其實老實說 沒有那麼愛攝像貓 對 但是就是說 我準備很多是因為 我覺得我很喜歡去感受 那個吃東西的感覺 然後味蕾在 你有時候心情不一樣的時候 同樣的東西 像剛剛老師在講說 我泡的時間點的時候不一樣 它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好好玩 所以我不喜歡把自己當作一個 等於是好像是一個什麼 實驗教室一樣 但是我喜歡去享受 這個時刻屬於我的一個東西 在這邊 所以我每天的 早上的工作一定是這樣 然後到了下午以後 因為我主持廣播節目 那我很喜歡做廣播節目 但是如中也知道 我們做廣播其實 沒什麼錢 就是熱忱 但是好處在哪裡 我可以把我過去的 很多的人生經驗 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低潮的 這個時候 剛好碰到來賓的時候 你會有個呼應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到說 哇 老天爺對我好好 以前會覺得很痛苦的那一段時間 現在都是我最大的一個財富 所以我根本不用去找材料 至少心靈是很滿足的 做這種旅遊工作的 導遊等等的從業人員 他們通常很難維持一個婚姻 是不是因為他們常常不在 對不對 然後居無定所等等對不對 是不是也是因為這樣的理由 你才單身的 這是其中一個 這是其中一個 確實 也可能每個城市 要照顧的人很多 對 你給你講出來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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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一直飛來飛去 我都覺得有問題